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出道就能直接进入电影圈 并且处女作就直接扛起了女主的大气 景田出演的第一部作品《狂妄惊魂》是一部古装电影 当时的她还只是在校大学生 却能够直接跟香港知名影星刘嘉辉合作 开局就能有这么好的资源 的确让人觉得十分震惊 但更让人惊讶的 还在后面 很快 景田就以女主的身份出演了多部电影 其中大家提起次数最多的就是《战国》和《长城》这两部 拍摄《战国》的时候 景田才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 而当时给她配戏的 则全是大咖演员 比如孙宏雷 吴振宇和江吴等知名演员 但即使是这样 景田也没有真正地活起来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之后的景田 直接进军好莱坞 拍摄了《金刚》和《环太平洋》两部大AP电影 此时的她 也彻底沦为了观众口中的资源卡 直到后面出演了《思藤一角》 景田的口碑才有所好转 一部小成本制作的电视剧 却让景田收获了一部分观众的喜爱 这也算是另外一种无心插柳柳成音吧 看来 有时候硬碰也不是什么好事 江书颖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江书颖 早在2006年就通过出演《飞花如蝶》 进入了娱乐圈 但如今已经入圈多年的她 却依旧热度平平 其实要是认真算起来的话 江书颖的资源可以说是非常好了 毕业当年 别人都已经开始拍戏了 江书颖却选择出国留学了三年 但刚一回国 就直接拍了电影《至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之后的她 更是多次出现在大爆的影视剧中 比如好先生欢乐颂和扫黑风报的 而与她合作的 则是像孙洪磊 刘烨等知名演员 但江书颖本人 却陷入了一种戏红人不红的状态 即使有一点热度 也是因为演技被吐槽 甚至江书颖都曾发文自嘲说 一个怎么捧都不红的女演员的独白 一切 就连江书颖关注度最高的那部三十而已 与她同样是主演的童谣 已经拿下了白玉兰最佳女主 而她却彻彻底底地被观众给忽略了 拥有这么好的资源 却怎么捧也捧不红 江书颖也该从自己身上招招原因了 周宇童 说起周宇童 很多人都会想到她那于男神收割机的称号 这位姐出道十一年 已经合作了多位当红流量小生 比如龚俊 李谢 吴磊等人 不仅让许多观众觉得十分羡慕 就连圈内部少女演员也会偷偷问她 姐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技能啊 尽管周宇童回应说只是巧合 但也有不少人觉得 她的资源有点过于好了 除了刚出道的前几年在演配角之外 近几年的周宇童 几乎参演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主角的身份 虽然这些影视剧也都不是什么大制作 但包括大宋少年制和从结婚开始恋爱在内的几部作品 都在网络上拥有非常高的热度 最夸张的时候 周宇童甚至无缝衔接了好几部剧 而且每一次都是女一号 但即使是这样 周宇童却依旧成为了捧布红大军中的一员 不过好在她很有亲和力 所以并没有引起观众的反感 与此同时 也有不少网友开始分析周宇童不红的原因 有人认为 可能和周宇童没有特点有关 没有顶级的美貌 也没有出众的演技 只能说 周宇童距离爆红还差了些火候 李沁 何景田 江书莹等人相比的话 李沁的资源不能说是非常好 但也算很不错了 不过她也同样陷入了一种捧布红的状态 比如说 光今年她就出演了追风者和庆余年二两部大热剧 尽管网上关于这两部剧 讨论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 但李沁本人 却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关注度 出道多年却还是默默无闻 她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飞科班出身的李沁 原本是昆曲的传承人 却在出演了《红龙梦》后 选择进入娱乐圈发展 李沁可以称得上是出道极巅峰 而且在这之后 也多次出演过女主角 甚至也和不少知名演员合作过 可惜全部都是反响平平 后来的她 选择改变策略 在一些影视剧中 出演了相对出彩的配角 比如如意传中的 韩布第一美人寒相见 可即使这样 除了被拉出来对比之外 也依旧没什么热度 有网友认为 她不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因为李沁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 演技方面 相对来说的确有所欠缺 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有些低调 虽然资源很好 但却不营销 也不捆绑炒作 导致她一直没有什么流量 那么你觉得她不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孙姨 以模特身份出道的孙姨 刚出道 就被网友说壮连理器 这么多年来 也只被大家记住了董子健老婆的身份 甚至现在还成为了前妻 出道就能演米月转 并且能和刘涛 孙丽等人搭戏 可以说孙姨的资源 从一开始就很不错 结婚后 大把的好资源更是随她挑选 毕竟 她婆婆可是知名经纪人盲金花 除了出道初期外 之后的孙姨似乎再也没有演过配角 不仅每部剧都是女主角 甚至年年都有新作品 从那个时候开始 孙姨就成为了大家公认的资源卡 按理说有这么好的资源 她早该火了 但出道这么多年 她却依然没有什么知名度 也没有给观众留下任何经典的角色 而孙姨本人 也因此在综艺上哭诉说 人人都说婆婆给了我很多资源 可我自己也很努力 但很多观众对此并不买账 毕竟她的演技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确实不太出彩 离婚后的孙姨 靠着大女主的人设圈了一波反 但随着热度吞去 大家对孙姨的关注度也在逐渐减少 只能说 大红也是靠命的 孟子义 大家都是从什么时候认识孟子义的呢 是从综艺一年级毕业季播出的时候 还是她因为资源咖被骂的时候呢 曾被评为北影笑花的孟子义 在还没毕业时 就已经进入娱乐圈拍戏了 并且自出道开始 她的资源就好到让人羡慕 不仅能出演央视的一些证据 也能在热播综艺中露面 甚至在新人时期 就已经在多部电视剧中担任女主 不过即便如此 她也没有什么关注度 而真正让她有了些热度的 是陈情令这部剧 因这部剧 孟子义陷入了给自己加戏的舆论中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 大家都叫她资源看 而在这之后 孟子义陆续又演了几部电视剧 当然 每一部戏她都是女主角 即使偶尔出演配角 也都是在一些大制作电影中 比如《中国机长》中 孟子义就被骂角色多余 尽管近两年的孟子义 也为参加综艺口碑有所好转 但她本人的热度依旧不算很高 拥有那么多的好资源 却始终不温不火 她是真应了网友那句太后的资源 丫鬟的命 蔡文静 可能有人看到蔡文静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会觉得有些疑问 因为印象中 她的资源好像不算太好 但其实 她只是因为不过火 才被大家忽略的 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 蔡文静的资源其实好到逆天 不仅多次出演上新剧 甚至大多数时候都是主演 别的演员 都是从小角色开始演起 摸爬滚大多年 才能得到一些不错的影视剧资源 而蔡文静 轻而易举就拥有了一线演员的资源 不仅能和靳东 黄晓明等知名演员合作 而且在剧中的戏份每次都不算少 除此之外 蔡文静甚至一年能产出好几部作品 有网友数过 光2021年这一年 蔡文静就参演了六部电视剧 而且其中五部他都是主演 但网友对他的评价则是 戏红人不红 拥有逆天资源 却没有出彩的演技做支撑 结果自然是怎么捧都捧不红了 鱼龙混杂的娱乐圈中 其实有很多人都被吐槽是资源咖 但即使有好资源 也不代表就能拥有高人气 上面这几位女明星 就是最好的例子 那么除了这几位 你觉得还有谁是捧也捧不红的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